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诗论》 这本书的作者朱光潜是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尤其偏爱诗歌这种文学体材的研究 他曾说,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最好从诗入手 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等文学种类 显然,在朱光潜看来,诗是一切文学的根基 也是进入文艺学研究的一块敲门砖 《诗论》这本书就是根据它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授课的讲义 整理修订出来的 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部体系严密完整的诗学专著 通过这本书,你能了解到 诗歌是怎么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 它不变的本质是什么 说不定啊,灵光一闪,还会激发你对诗歌创作的热情 好,接下来我将分三部分讲解这本书 第一部分,诗歌是怎么出现的 第二部分,诗歌的艺术本质到底是什么 它与其他艺术形式有什么区别 第三部分,汉语新诗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先来看看第一部分的内容 诗歌的诞生和发展 首先呢,我们谈一谈诗歌起源的问题 诗歌是公认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 像西方的河马史诗就是一本诗歌 中国的书经、易经、老子、庄子 也都掺杂有运文的形式 不过呢,追溯诗歌的历史 可不是要去考证哪本诗歌出现的最早 朱光潜认为,要追溯诗歌的起源 你应该思考,人为什么要歌唱、要勇诗 对这个问题呢,东西方的学者不约而同的回答 诗歌是为了表现情感 比如古书《诗经》的一个著本中 有一篇《毛诗序》 这里边就提到 诗者智之所知也 在心为智,发言为诗 也就是说呢,诗是为了研制 为了表现情感心智的 西方学者也认为 写诗是为了再现自己的心理活动 或者是对其他自然现象的感受 这个提法就来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可见呢,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学者们都认为,诗的起源是由于人的天性 可以说,它和人的起源一样悠久 那么,诗歌最早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呢? 是大家熟悉的那种韵律感十足的文字吗? 其实不然,在最早时候呢 诗歌是和音乐还有舞蹈共同出现的 这三样艺术形式在今天看来差别特别大 但在人类的早期,它们三位一体 共同构成了人们表达内心感受 模拟周围世界的原始冲动 比如呢,古希腊时代的九神祭典 祭司和信徒们狂歌群舞 抒发他们对原始生命力的赞美 这种纵情的歌舞是抒情诗的起源 诗的英文Lyric 就是沿用了希腊语里 弹树琴时唱的歌的意思 可见呢,诗乐舞同源的道理 在诗经的序言里 对诗乐舞同源也有很完整的描述 他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言之不足,故皆探之 皆探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倒之也 意思是呢,心里有感触的时候 要说出来,探出来,歌出来 还不行就跳出来 不过后来呢,三位一体的诗乐舞 随着文明与理性的发展 开始逐步分离 整体来说,舞蹈作为一种造型艺术 与音乐和诗歌这些抽象性 更强的艺术形式不同 所以最早被分了出来 诗歌与音乐的分家 就相对较靠后一些 而这个分离过程 构成了诗歌进化史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诗歌最原始的阶段 叫有音无异时期 此时呢,音乐的地位是压倒性的 这个时代的多数歌是没有词的 哪怕有歌词啊,也只是为了硬和节奏的啊啊呀呀 并没有具体的意义指向 比如最原始的民歌 现代的童谣 以及尚且处于蒙昧阶段的民族歌谣 就是如此 随着文明的发展 歌词不再是无意义的发音 而是逐渐与人或者物关联起来 诗歌呢,也来到了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音重于意的阶段 这个时期的歌以音调为主 以填上来的歌词为辅 歌词呢,依然需要迁就音调的节奏才能存在 比如诗经里记载的名歌、颂词和史诗 他们最大的功用啊,还是为了给音乐伴奏 一旦离开了音乐 在当时看来就没有存在必要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孔子编撰诗经的时候 歌词还是在的 但在儒家看来呢 真正的诗已经随着周天子地位的衰微消失了 那么这种消逝其实是音乐效亡了 而不是歌词本身效亡了 这样一来呢 诗歌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也就是音译分离的阶段 歌词成了具有独立意义的诗歌 比如呢,孔子开始重视 原先辅助性的歌词 在伦理教化方面的功用 孔子认为 学诗能够让人恪守父子君臣的名分 还可以增广见闻 认识更多的草木鸟兽 这就让一直处于音乐附属地位的歌词 有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至于诗歌真正的独立 成为一种完整的文学体材 则要到汉代才开始 由于汉乐府中的乐诗和文人各司其职 乐诗呢,只谱乐不写词 文人只写词不谱乐 音乐和歌词彻底成为两码事 在书里边,朱光潜举了司马向儒的例子 司马向儒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文人 他因为文采而受到皇帝的宠信 史书上记载呢 皇帝命令司马向儒做诗歌诵词 然后再由乐师李延年 按照司马向儒的文字来配上调子 诗歌也正式转变到音译分离的第三阶段 诗歌作者不再是随便可以哼唱调子的普罗大众 而变成精通文字书写的文人世子了 不过呢,到这里 诗歌的进化还没有完成 诗歌和音乐剥离开来之后呢 开始千方百计在文字的韵律上做文章 希望自己读起来依然具有音乐性 于是,诗歌的发展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音译合一的第四阶段 这可以从诗歌创作的新模式看出来 从汉代到隋唐时期 诗歌的创作出现一个趋势 刚才我们提到 汉代有个乐府 这个机构呢 本来是皇家音乐机构 制作配有诗歌的音乐 其中的诗歌就叫乐府诗 像《不出东门行》 《印马长城窟》 这些诗歌 最早是依据同一套音乐 制作的不同版本的歌词 但是从南北朝开始 诗歌创作的独立倾向越来越明确 文人也开始在文字本身的声音特点上做起了文章 他们发明了格律、声韵 所谓格律就是一阳顿挫的规律 也就是平平泽泽平这类关系 这个呢依赖汉字的不同音调 潜词造句的时候啊 意思得有 格律的规则更得有 这样呢就有了一套文词上对照 像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读起来也符合声韵的规则 这种诗歌叫做《禁体诗》 它出创于六朝 在唐代大放异彩 我们熟悉的唐代大诗人的名作 从绝句到律诗都是这类诗歌 这类诗歌的音乐性 都来自诗歌自己发展出的规则 和原先皇家音乐机构创作的音乐 没关系了 诗歌呢也最终走向了成熟 好 以上呢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诗歌起源于人性中最根本的情感需要 诗歌与音乐的分离 让诗歌有了独立地位 成为追求意义和文字韵律并重的艺术形式 说完了诗歌的起源 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 看看诗歌的艺术本质到底是什么 在上一个部分呢已经说过 诗歌起源于人的天性 源于人情感表达的需要 但这种表达并非机械地 重复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而是要把你从现实中脱离出来 让原本有限 沉浮单调的人生变得无限丰富 而又充满美感 在珠光前看来呢 诗歌就是一个诗人内心主宰的世界 是他创造出的另一番生活境界 这就是诗的境界 也就是诗歌的艺术本质了 要想达到诗的境界 诗人呢就要把自己的理解和趣味 注入到所见所闻上去 举个例子哈 杜甫有两句诗 赶食花见泪 恨别鸟惊心 写在安史之乱的时候 这两句诗有一种解释呢 是说 在这个乱世之中 连春天的花也在为时局的动荡伤感 连春天的鸟呢 也在聚散中不安和悲鸣 这时的杜甫 在战乱中与家人失散 形单影之 他需要这个世界来理解自己 看到眼前的花 听着耳边的鸟鸣 让他相信啊 此时的天地正与他共同悲怯 那这首诗的意境呢 也就出来了 通过杜甫的例子可以看到 诗人用自己的内心来改造外部的世界 把普通的人和事物变得和他自己情意相通 从而呢 引发无数欣赏者内心的共鸣 这就是诗的境界 朱光潜对诗的境界的看法被称为诗境说 这个诗境说涉及到两个概念 一个是情趣 一个是意象 情趣就是创作中依据的自我感受和主观偏好 像刚才提到的杜甫的悲痛和伤感 就是他创作春望这首诗的情趣 而投射了他悲痛和不安心情的花和鸟 就是意象了 好的诗境要做到一看就能共鸣 不能读起来啊 总觉得隔了一层 这就需要情趣与意象高度融合在一起 在朱光潜信中呢 这一点做的最成功的诗人就是陶渊明了 陶渊明几乎可以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化成自己内心的一部分 像陶渊明那句快智人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陷南山 就用自然景色做意象来抒发自己贤士安逸 物我两望的生活情调 再比如呢 淡时秦中去和劳贤上升 说的是陶渊明明明不会弹琴 却给客人们表演弹一把没有贤的肃琴 无贤的肃琴这一意象说明自己的内心呢 也不会被任何规则束缚起来 这份超然的情趣就是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当然把情趣和意象写成诗 靠的是一次思维与情感的集中爆发 一气呵成 朱光潜的诗境说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说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 不是先有内在情感 再用语言形式把它翻译出来 当诗歌创造的欲望产生时 它流经到大脑就反映为思想 流经到呼吸循环系统就反映为情感 流经到唇齿口舌就反映为语言 流经到手指关节呢就反映为文字 这也是诗歌这种艺术 在创作中的一个本质特征 到这里呢 诗歌的艺术本质就说完了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 它的本质呢就是创造一个境界 那这个境界是诗人从自己的主观感受出发 改造他所见所闻的世界 让他们变得和自己情意相通 由此来激发读者的共鸣 诗歌的创作是思维与情感集中爆发 一个一气呵成的过程 为了帮助大家看到诗歌艺术的独特性 朱光潜呢还用散文音乐和绘画三种艺术 来和诗歌对比 首先呢来比较一下诗歌和散文 朱光潜认为诗歌是有音律的纯文学 而散文呢不见得讲求音律 而且呢实用性大于文学价值 诗歌是为了表现情趣 抒情浅怀散文呢则更看重想要表达的视力 总的来说诗歌是文字完了 还需要体会言外之意 散文呢是文字完了 该说的也说完了 诗歌是激情的感叹语气 散文呢是平静的叙述语气 诗歌缠绵散文理性 再来看看诗歌与音乐的一同 之前已经说过诗乐同源的道理 同样的作为声音 音乐和诗歌想要打动人 都必须要契合观众预期 让声音顺着我们周身的筋肉 和心理的情感走向 才能产生奇妙的体验 那么这二者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朱光潜认为 音乐只有纯形式的节奏韵律 不带有语言的意义 而诗所用的声音则是语言的声音 它必定伴随着异议成分 也就是说音乐是纯粹的形式 诗歌呢 则是形式加内容的组合 最后 朱光潜总结了诗与画的区别 我们常说啊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这其实呢 只有王维 苏东坡这样的大艺术家 才能做到 在朱光潜看来 两种艺术形式啊 还是有明确的差异的 诗歌是以描述动作 画呢 是以表现敬物 因为诗歌塑造的境界 犹如一段动画 画家作画 每次只能创作其中的一帧内容 近现代画家 普新奢 想要把唐代诗人 假导的 《独行弹笛影》 《树西树边深》 这句诗画出来 结果呢 画了十几幅 也没能把诗的所有意味 都传达出来 同样的呀 画家画完之后 用诗歌的形式来描述自己 所画的景象 也很难有加剧 像明代大画家徐卫 绘画造语极高 但是他提在画作上的诗歌 就很少有高妙的句子 可见诗歌和绘画 两种艺术有多不同 说到这里 有了散文 音乐和绘画 三种艺术形式的对比 相信你对诗歌的独特性 有了更好的理解 说完了诗歌诞生的历史 和它独特的艺术本质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诗光潜是怎么看待 中国的诗歌艺术 在未来发展的可能的 诗论这本书创作的时候 正逢白话文运动盛行 社会上普遍提倡 创作新诗 抛弃旧诗 在诗光潜看来 刚刚兴起的新诗创作 并不令人满意 除了少数的新派诗人 如戴旺书 费明 冯志等人 多数新派诗人 在抛弃了旧诗形式之后 并没有创造完善的 新形式 和传统诗歌艺术的 高妙之处相比 新诗在美感上 缺陷太过明显 我们都知道 中国古代的诗歌 最讲形式 声音的评作 文词的对账 还有韵的配合 积累了几千年 非常成熟 即便你把旧诗 翻译成白话 都会失去美感 你像诗经里有一句 西我亡矣 阳柳依依 金我来思 与雪飞飞 有一种白话翻译 是这样的 回想当初初征时 杨柳依依随风吹 如今回来路途中 大雪纷纷满天飞 虽然这只是一段 古诗的白话翻译 但是这里面 却能反映出 汉语新诗创作中的 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第一 是汉语新诗 普遍存在感情流露 过于直白 第二 是诗歌韵绿美消失了 而西方语言文字和中文差异太大 他们的诗歌形式 又很难直接移用到中国来 白话新诗的发展遇到了困境 有鉴于此 朱光潜提出了 新诗创作实现突破的三条途径 首先 新派诗人要学习西方诗 还要学透彻 学明白 把西方诗人如何赶出人情世故 如何发挥语言协趣的方法技巧 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 不能一知半解 断章取义 他认为 这也是引导新诗走出困境最有效的途径 然而 这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鸿沟 如果新诗人想要把西方诗学彻底 必须要先打通语言的隔膜 文化的屏障 真正钻进去研究 而不是读了几本他人翻译的著作诗篇 就觉得自己已经对西方诗足够了解了 其次呢 除了学习西方诗 朱光潜还倡导诗人们 回过头学习中国的旧诗 这就十分耐人寻味 在整个社会主张 抛弃文言旧体诗的大浪潮下 唯有他独具慧眼 鼓励新诗人不盲目抛弃传统 而是从旧诗中挖掘精髓 寻求启迪 他尤其强调 重新拾回旧诗 注重音韵节奏的传统 对胡适提倡的新诗运动口号 做事如说话 大力反对 朱光潜认为 诗歌毕竟与散文不同 就像上面讲过的那样 一个注重抒情 一个着重说理 一个是生命的情趣 是写的语言 一个是叙述的哲理 是说的语言 因此新派诗人不能把新诗 做成分行写的散文 必须要重新寻回旧体诗的音韵之美 最后呢 朱光潜还建议 新派诗人向民间文学学习 因为无论是中国 还是西方的文学演变历史 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那就是文人文学之所以会走向衰落 往往是由于取高喝寡 失去了民间土壤的养料 文人雅士个人意识越是发达 艺术的源泉就越是枯竭 因此呢 想要让世卫的文人文学 重新焕发生机 就要反扑归真 回到民间文学的土壤里 重新学习 可以说直到今天 汉语新诗的发展 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朱光潜的建议 对人们理解汉语新诗的困境 以及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 依然非常有用 好 到这里呢 三个部分的内容就介绍完毕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诗论》这本书的重点 首先呢 朱光潜解决了 诗歌从哪来的问题 在他看来 诗歌来自人表达情感的天性 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 通过四部演化成熟 接着呢 朱光潜又帮助诗歌回答了 我是谁的问题 他提出了诗境说 剖析了诗歌的艺术本质 认为诗歌是一种讲求韵律的纯文学 诗人从自己的主观感受出发 创造出另一番生活的境界 由此呢 来激发读者的共鸣 诗歌的创作是一个一气呵成的过程 是思维与情感的集中爆发 最后 朱光潜从理论走向实践 思考了诗歌在今日的命运 希望新诗能够让这颗文学桂冠上的明珠 再度焕发光芒 好 诗论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では 听书笔记在沙r